《混年时间》 罗斯福尔的逃离 他的创作者是19世纪法国写实派和印象派画家 爱德华·马奈·Edouard·曼内 罗斯福尔是一名法国记者 后来因为创办自己的政治康物反对皇权而背叛入狱 这幅画描绘的是他成功逃离监狱时的场景 这幅画创作于大约1881年 仅在保存在巴黎的奥塞博物馆 马奈的画将罗斯福尔逃离船座的小船 置于画面上部 无边无际的大海几乎要把它吞噬 一种惊心动魄的肃杀气氛弥漫整个场景 一种令人不安的惊悚 似乎随着波浪一波一波袭来 马奈在画面中用短促而有力的笔触来勾勒海灭 显得暗涛汹涌 似乎暴风雨即将到来 整个画面色调比较低沉 由画家营造的压抑气氛相互呼应 下一集我们将到巴黎卢浮宫 欣赏一幅达芬奇的作品 混零时间 法国巴黎